做農夫第一件事最重要是如何翻土 在快田里面不要小看, 回到来都挺辛苦的 翻土后我们就预备放种子 放种子之后, 用泥轻轻的回覆 然后淋水, 淋水很重要的, 淋到湿头为止 过了几天后, 它就会发芽 最好用防晒的布, 遮一遮, 让太阳不要直接晒 蒸发水分 当这些通菜成长到八日, 要追肥 以花生灰, 即淡肥为主 充足的太阳和雨水, 对通菜来说 生长得比较强壮些 我们采收了之后, 用摺脂方法 可以不停地采收这些菜 这些是青瓜来的 我们采收这些棉花, 让它生长上去 要加淡肥, 令它生长得快些 一个月后, 加些骨肥 令它容易出到瓜, 和瘦粉 二十几天后, 我们会见到这些瓜成长 再过几天, 它会生长得很快 可以有这么大的瓜 有些果仍在这里 你可以用布固着它 令果仍不会吃到的瓜 这些是折瓜, 即是毛瓜 播种十天后, 它就会生出来 你也是用尼巴, 让它支撑着它 一直生长上去 这些折瓜, 速度更快些 这个是自然温室 我们切一个温室, 去种这些菜心 菜心呢, 哇, 十天左右就已经有了 那些菜都已经飙了 二十天左右, 你要去梳苗 将菜和菜之间的空间 有个空间给它生长 将它中间的那些就采收了 那二十天之后呢 差不多, 已经生长得很迅速 其实可以过多几天 就可以收来吃了 阳光是很重要的 对这些生长的采收 好, 我们现在收割了 现在收割了 这些是萝卜苗 播种就要一个月后 然后才看到 有萝卜的根部 有白色的部分 那就是萝卜 那我们呢 要再过多十几天才可以采收 那通常呢 这些萝卜呢 就很野蟲的 所以我们呢 要整天捉蟲 因为不可以加农药的关系 这些萝卜都可以采收了 虽然小小的 这些用来打边罗都挺正的 那些萝卜苗呢 就有丰富维生素的 所以呢 很多人用来煲汤 吃就比较硬一些 那些煲汤就很正的 这些就是白菜了 过了十几天之后 见到白菜的样子 出来了 那又可以呢 现在过多几天 就可以采收了 好了 今天分享是这么多 这个真是很好的体验 多谢大家